字幕作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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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皮卡 很多人覺得能源議題好像離自己很遙遠 但是由春山出版跟台道風險中心出版的這本書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能源的议题与我们非常的息息相关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吉儿 来跟我们讨论到有关于屏东的一些能源转型的一些案例 跟我们分享 那欢迎吉儿 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屏东 其实是大家在做这个能源议题 比较熟悉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关于洋水重点 那屏东为什么会开始这个 是不是跟他过去的背景有相关 这个可不可以请吉儿 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好 首先大家应该很印象深刻的是 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 那当年的风灾已经造成就是 南部地区非常大的严重的损害 尤其是农作物上或者是国土方面就引起很多的 因为光是他们那一个屏东地区 它其实没有造成太多的人员的伤亡 但其实光是在农业灾害的损失上 就高达42亿多的农业损失 对 然后另一方面是农田流失以及就是 埋在 淹没在水面底下就高达1562公顷 那所以就在这个背景时空之下 那当时的曹启宏县长 对 他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养水重点的概念 那我看到书中的内容呢 捷而在采访的时候有提到 好像提到他们有个概念叫做三生共存 分别就是生态、生产跟生活 可不可以简单大家跟我们讲叫什么叫三生共存 好 首先这个理念是那个陈启超理事长提出来的一个理念 好比生态来说 它可以分成陆域生态跟水域生态 那可能陆域生态呢就是透过种植红树林在太阳能光电板下 然后种植红树林然后形成一个小小的陆域生态 可以让鸟类栖息或者是一些陆域的什么糟草蟹 然后形成一种羊水 毕竟他们就是地层下限区 所以要补充大量的含水才能死地层不要再继续水土流池 那水域的话就是也可以达到一个净化水质的功能 然后让一些浮游生物 然后就是共存让生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因为那些土地本身都已经开始不力耕作了 所以需要非常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去 养充新赋育育它 所以生态 那生产的部分也是这个概念延伸的吗 对 他们就是透过生产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生产两样东西 第一个生产可能是绿电的方面 因此他们绿电方面就结合了太阳能、氢能发电 还有小水粒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这一部分 哦 叫重电就是重这个电 对 就是这个电 绿电 对 那另一方面呢 太阳能光电板下也有一些闲置的农地 那他们就找了几个农业专家 然后一起研发说 哪一些土地是耐阴的植物 哪一些需要半日造植物 那根据不同的阳光地理位置 然后再去调配哪些地区可以再种植什么样的生物 就是生产哪些农作物甚至在皮膛上或者是废弃的余温上都可以盖太阳能板 等于就让他们能够尽力的发挥 比较有闲置的空间或是闲置的也让他的效益能够极大化 对 了解 那生活呢 生活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推展了 因为绿能一方面对大家很深意 所以他们就结合生活的部分就放进去的所谓的环境教育园区 对 所以就是透过当地的志工或者是当地的解说员 然后让当地的小朋友甚至外地来对绿能有兴趣 对环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 那就可以像我刚说的可以去种植一些农作物 采小番茄然后甚至可以捕鱼 对 然后认识鱼虾贝类的 那它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勃范的案例了吗 还是其实它还有持续在进行或是更新调整的地方 基本上我还不会把它定义成成功的案例 对 因为我觉得它还有很大要进步或者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空间 光彩师弟最新的状况是他们有部分的土地因为租约到期 那地主也不愿意再继续承租给这个NGO屏东光彩师弟的他们 对 所以有部分区域已经被土地收回了 那也有部分的设施可能需要重置 那接下来政府或者是当地的NGO还有产业业者 他们也持续要打造光彩2.0 换个地方然后再重新以类似的方式 然后做调整跟修正 那还有哪一些呢 我认为就是这个议题它需要被关注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以分三个层面去探讨 首先就是可能在政治因素上需要民众去更多的了解 它可能因为地方的派系不同或者是政治理念不同 都会造成就是后续一些能源转型或者是公民电厂 或者甚至是能源合作NGO的合作这一块 不那么理想的其中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因素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因素 大家可能碍于没有土地价值越来越高 那不愿意承租给这些厂商 或者是他们在这一个养水中间的过程中 没有收取到既定的利益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意愿是否继续投入 对 那第三个就是环境社会层面 就是大家是否永和或反合这一些讨论的内容 都会影响他们投入的意愿程度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推荐我们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说很多在对于能源转型的讨论的时候 往往会陷于二元论 就是你不是永和就是反合 可是其实我们这本书其实要告诉大家是说 其实能源是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 我们日常生活其实都可以做这些能源的革命 那我相信这也能够慢慢的突破就是 我在书中有看到好像有提到 就是说有些人会对绿能会有一些误解 那那些误解可能来自于是不够有足够的知识 或者是道听途说 或者是他不明白不了解 我们藉由这本书以及这些案例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对于绿能的误解呢 必须要逐渐的破除 我们才能够明白说我们可以怎么做来促进台湾的能源转型 那在我们在讨论到屏栋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想问吉尔你去访谈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有一些想法 可能跟你过去有些不一样 你哪些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我觉得整个访谈中间来回 因为还有刚好遇到土地收回的事情 所以真的一波三折 然后我们也很幸运的刚好参与在其中 但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地方有一些NGO或者是民众是非常热心 然后非常投入这一块 那一方面也要天使地利人和的搭配有一个有愿景的市长 就是地方政府是不是有心要去做这一块也很重要 所以就关系到地方能源治理的部分 当然这个案例里我觉得还是有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土地收回那无法继续营运甚至扩大这一部分 但我觉得在这个修正过程中这些案例都是刚好我们可以学习跟参考的 那相信大家对于这本书的内容 包含其实所提到的屏东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想知道的 那大家可以在现在在各大通路以及书店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本书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那在书当中也会有折页是有关于日常生活的能源通事 有20个问题大家好奇的到底能源是什么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我相信有一些基础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折页当中 你可以获得初步的解答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